你今年赏过花了吗 三月赏花季即将结束 阅读社群趁这个机会 在古迹中山楼举办了一日阅读的活动 让许多喜欢阅读的朋友 一同到中山楼聚会 补充一下心灵粮食 现在是春暖花开的时间 然后我们配合阳明山的花季 在中山楼呢 我们也办理了阅读的活动 欢迎各位民众来这边赏音 然后阅读中山楼的历史 还有建筑之美 这回除了中山楼一日导览 商花以及极具意义的植树活动 还邀请民众为偏乡孩童 写下祝福明信片 成为他们新的一年的鼓励和支持 相关讯息可以上网查询 福山部落方舟计划 那个福山部落的一个林牧师 也就是赛德克巴莱男主角 林庆台牧师的一个赶召 赶召了我们一群志工 我们就是知道他那边有很多小朋友 需要支持需要关怀 那那个部落没有一个教室 所以我们这些志工呢 就要募款去盖一个教室 教室是个硬体 那如果说能够送他们很多的书籍 阅读最强调的一句话就是 生命的空缺 由阅读来补足 所以他们准备很多的书 要送给小朋友 参与这回活动的人数近千人 有大有小 还有人全家一起出动 为了鼓励节能减碳爱地球 找到现场报道还送爱的种子 总共有三种可供民众选择 希望大家一起用爱来关心地球